那我們最後呢 再來把那個線條把它寫下來 也就是像我們寫字動畫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加上一個這個Strope的濾鏡 在Effect裡面的Generate產生底畫 我們就來這邊先加看看喔 一樣喔 就是這個圖層 一般來說啦 我們一般還是建議各位就是 攝影機啊 燈光啊 這些比較特殊圖層 通常會擺在最上面 會擺在最上面喔 所以我針對這一層 我來增加特效裡面的Generate Stroke 這叫筆畫 這叫筆畫 我把它按一下 好 按了之後呢 到底有沒有 其實是有的 你看我把它拉開 有沒有看到那個線條出來了 不過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啊 我們剛剛有把塗層透明度是不是有調整 所以看起來好像有點半透明 可是事實上是沒有的 好 那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先把它透明度把它調整回來 我把它變成百分之百 有沒有 這樣是真的有的 現在呢 你把它透明度調回來之後 哇 可是這樣有底圖怎麼辦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呢 這個濾鏡 預設是跟圓圖 疊在一起的 你可以把它設為透明的 這樣就會只保留筆畫 然後原本塗層的內容 就會自動消失 變得透明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子好了之後 你的筆畫的顏色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了 比如說我想要用 跟這個框框一樣的顏色 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那麼 待會呢 我們要做的動畫 就是利用這個 START或END START或END 以前我們在寫字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START 這樣 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那個筆在動呢 筆畫是不是在動呢 對不對 只是呢 我們現在的 我需要他做的並不是START 因為START變成是往回走了嘛 所以呢 我先把那個END先收回來 END收回來 我們是不是要像這樣寫過去 對不對 所以我把END先收回來 針對END來做這個動畫就可以 針對END來做動畫 所以我找到我的那個屬性 來找到他特效裡面的 這裡面ENDEND就是他 這裡 我要針對END來做屬性 那這個的話呢 你這樣看有時候可能比較不方便看喔 來我們往後面退 END一開始還沒有 我按K 在這裡才會寫出來嘛 所以我從這邊END 我再增加一個關鍵格 我再增加一個關鍵格 拉動一下再收回來就好了 這樣我們下面這邊 我們就增加一個關鍵格 其實你也可以從這裡開始做動畫也可以啦 就等於說前面這一段就不要了 我就從這裡開始做動畫 好 那我就往後退囉 你看 往後退 按鍵盤上的K 記得你要用關鍵那個快速鍵的話 一定要有看到這些關鍵格 你的快速鍵按才有用 如果我是這樣子 這樣子關鍵格就不見了 你按Z跟K就沒有用喔 就是在視覺的畫面上面有看到才有 好 我現在跳到這裡來 我的筆是不是要寫到這邊 所以我的END就拉出來了喔 有沒有 我跳到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就寫到這裡來了 你看我們中間那個過程 從這邊 有沒有筆開始出來了 對不對 到K 當然如果你像我們現在這個情形 是不是差一點點 你可能就是要手動輸入的 18會太多 好 那我就要推一點點喔 17.2 好 差不多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二級 就是他可以到小數點 兩位到三位 好 這樣就會比較準 再來我按K 好 這個時候是跳到另外一個 所以我再拉動一下 我要跳到這邊 太多 所以33 太多 32.5 接近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你可以先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把我的動畫 好 就一步一步的慢慢到達我要的位置 這個大概50 太少 50.5 接近 那每個人的這個數字不見得一樣 因為你的路徑跟我不同 所以不用計數值 重點是那個觀念齁 71.5太多 那就71.2 接近 不要問我為什麼剛好 隨便猜就剛好中 我也是不小心的 好 太多 79 看看 還太多 78.6 太少 8 好 接近了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一直到你的最後面 看到這邊 好 這裡就百分之百 所以 我這樣子 移動到這邊 是不是就出來了 出來了 再繼續往下 這樣應該有點感覺了齁 有攝影機跟沒有攝影機就插在這邊 你看如果我只有像左手邊這樣做 平平的 雖然也是一樣有地圖的效果 但是是跟右手邊有注定的效果差很多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有攝影機 我們再處理 就會比較容易 這樣給各位參考一下囉